接下来一起来看本周的湾区周末好去处 旧今生公共图书馆之友的年度大型图书特卖会 让你以超低成本回归看书的传统 现场除了纸质书籍 还有有声书CD DVD等其他类型 总量达50万 东湾奥克兰的拼布手工艺术节 拼布是指将不同颜色和图案的小块布料拼接起来的手工艺术品 活动有来自150多家本地制造商和食品工匠提供的工艺品和其他商品 比如手袋 配饰 珠宝 家具用品以及美食等 南湾帕洛阿图陶瓷艺术展将为大家带来独特的陶瓷产品 从传统的老式陶棍到现代的装饰品面面俱到 品种包括面具 雕塑 插花器皿 食用陶器 园林艺术 节日主题视频等 国际南亚电影节 从实际内容来看似乎更偏重国际 因为除了印度 斯里兰卡之外 还有来自巴基斯坦 澳大利亚 加拿大和美国的作品 不过重头仍然在印度东北部以及爆莱坞的电影 在中国古典文化中 菊花是四君子之一 本周末在南湾库伯蒂诺的菊花展 您将见识到一些罕见品种的菊花 部分盆栽菊花还现场出售 另外还可以参加投票 选出自己最喜欢的花卉设计 东湾布莱森顿的草群舞竞赛与文化节 号称是夏威夷州以外历史最长的草群舞文化节 活动现场除了草群舞竞赛 还有夏威夷艺艺术和手工艺品 美食 传统文化展示等 新唐记者余伟综合报道